接著下一個動作也是很多人在用的 那這一個動作其實也蠻好加的 只是我個人的經驗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敲的時候總是很小聲 然後我敲了將近快一年 然後莫名其妙的突然變了大聲一點點 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就是盡量做吧 這個動作它是這樣子 我們在刷的同時 把我們的大拇指做打板動作 只是我們不打在弦上面 我們打在上面的木板 它會有這樣一個撞擊的聲音 然後同時做刷咒 我的感覺是 如果你需要一個清楚明白的刷咒動作的話 然後又同時需要一個小鼓 那麼這個動作就其實還蠻適合的 OK它就會長這個樣子 接下來這個小鼓的打擊方式是我最喜歡的一個 因為它在我的想像裡面 吉鼓的動作其實是由卡哄而來的 而不是像某一些人會講的傳統鼓上面得到一些聲音 因為我會覺得你不可能在吉他上面得到傳統鼓的聲音 那吉他敲出來其實感覺會比較像卡哄 所以我會比較從卡哄下去想像這個聲音 那它也依不同的需求分成很多不同的打擊方法 那等一下我們慢慢的講解給各位聽 基本上這個吉鼓的方式就是打在我們的指板上面 那只不過我們會壓在弦上面 那這個打擊的聲音其實我覺得還蠻像卡哄的 因為除了打下去也會有木頭的聲音以外 它也會有弦的打擊的聲音 那會有點像是卡哄裡面 卡哄的箱子裡面它會有響線這個東西 所以在打小鼓的時候其實同時你也會聽得到響線的聲音 那弦就能有響線的這種類似響線的效果 所以它聲音大概長這個樣子 那接著這個也是第一種打擊的方式 打下去的時候弦全部是被蓋掉的 所以現在打下去的時候它的弦就會沒有聲音 所以假設我現在在一個彈奏的狀態下的話 我只要一敲下去它的弦是會立刻就是沒有聲音的狀態 第二種打擊的動作有一點奇怪 不過它的需求是因為通常我們這樣打下去的話 弦應該是會沒有聲音的 可是這時候如果我想要有聲音的話 那感覺就好像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所以我們姿勢上面就要有一些調整 才有辦法讓它同時有這樣子的打擊 然後同時又會有聲音 其實我是完全就是學Peter Reed的手法 那它的方法是這個樣子 它的食指和它的中指會岔開 然後會這樣子 食指會打在指板的外面 然後大拇指就隨意啦 好不好 然後這邊這三指就會打在指板上面 這樣子 那你就會看到這邊就是岔開的 那低音弦就會插在中間 這樣子 那這時候我們將我們的手 原本打下去是比較貼平的狀態 那我們將我們的手掌稍微往上抬起來 所以這時候就會做了一個煽動這樣子 然後你會發現你出的弦 是沒有被你的手給碰到的 所以這時候如果你去波弦的話 出的弦應該是會有聲音的才對 OK 那我們就是利用這樣子的一個角度 把我們手掌往下甩 然後去做敲打的動作 這時候就會有小鼓的聲音 然後可是我們的姿勢要像這樣子 手掌這樣抬起來 所以在打下去的過程中 你往下甩 手掌會彈到弦 然後可是你的姿勢又是抬起來 瞬間放鬆抬起來的狀態 所以並不會去阻擋弦的震動 所以這時候弦它就會被彈到 然後發出聲音 會有點像是撞擊的聲音 長這個樣子 OK 那這個需求就可以提供我們就是 如果你同時還要有 弦發出聲音的話 同時又想要做類似這種小鼓的聲音的話 你就可以這個樣子做 接下來是綜合的示範 那其實很難講 什麼時候會用哪一個小鼓 那這個每個人的想像其實也都不太一樣 所以到底該怎麼做 你們其實要自己去探索這樣子 那我會用我們米星星樂團的歌曲 來做一下示範 那我要示範的歌曲是 Freedom 那 Freedom 我會從主歌A彈到主歌B 然後再接到副歌 然後再接到橋段的部分 然後你就會看到 我把這所有的小鼓的打擊的方式 全部加在這些不同的段落裡面 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然後再接到一個小鼓的歌 我想說 我們還是要來做一個小鼓的歌 然後再接到那一個小鼓的歌 就是這首歌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